是不是每一個人的講義頁是不一樣嗎 不會吧 不一樣齁 那沒關係 我們找到 這一頁上面寫 政府預算的籌劃及編理程序 好不好 現在有沒有 大家找到這條 蛤 我是 我給 這裡是18月 我知道 不一樣齁的夜市不一樣 一國多治 你看標題好不好 第九月 我們要看夜市是看 一 二 你要看 這個投影片的下面那個 不是看 這張紙 是看那個 方格裡面的夜市 好不好 看方格裡面的夜市 你看看有沒有 十七月 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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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業了吧 沒有 有的人就是說走錯教室 我們看這張政府 政府要編列預算的時候 他要考慮什麼東西 第一個還是講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有目標之後才有計畫 所以他一定有一個叫施政方針 施政方針有看到嗎 第一項有一個 有關機關提供下列年度的施政方針 參考資料 要做施政方針之前要看參考資料 這樣看 第一個 主計處要提供什麼 以前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統計分析資料 國民信服指數變動趨勢 下年度全國總資源供需之需求 多多等 這上提供主計處 第二個 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國發會 什麼叫國發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 應提供以前年度重大經濟建設 這是著重的經濟建設 第三個 審計部要提供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的情況 然後可以改進效能 減少不經濟支出 這都很繞口 台語都沒有黏 這看支出面 第四個 財政部應提供以前年度收入情況 再說一句 所以說編輯的預算 要這麼多單位提供所有的資料 所以政府部單位就說請問這事情要怎麼解決 我會請有關單位處理 有關單位是什麼東西 就是叫你把嘴閉起來叫有關單位 參考一下 沒關係 要有這麼多單位 那我是把它分 第一個 主計單位它是整體的 第二個 國發會是給的是建設面 國家建設面 第三個 審計單位是看出以前的支出 好不好 第四個是收入面 收入夠不夠的問題 我們來看頭前才叫說 那我們再換下一頁 下一個投影片了 它有一些指數 我們看左邊數過的第二項 有些指標是客觀 有些是主觀的 這不可以你們參考一下 你看倒數第三個叫一個 社會聯繫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社會聯繫 有沒有看到 社會聯繫 什麼意思說 社會網路支持 遇到困難時 有親戚或朋友 可在任何需要時間 給予的比率 這要怎麼比 糟糕的時候都沒有朋友 糟糕的時候一定沒有朋友 對不對 人家說你擲一桌 人家給你扶起來 錄的都是朋友 對不對 這很主觀的 你說你錢要求人 朋友 沒有食材 很久沒有連動都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主觀的 你看上面一格叫做工作與收入 有一個 第二格叫做長期失業率 全時受僱者 不是打林公的 就有一個 吃一個頭路的比例是多少 他考慮整體的這些因素 這裡有很多因素 不過這都是需要量化不量化的 我們看看最頂端 居住條件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例 我們現在台灣人多一個家裡 沒有便所 沒有夜間 應該都有吧 那富樓經怎麼說 富樓經什麼意思 有什麼叫 台灣人說夜間 也說富樓經 有什麼不敢說法 富樓經什麼 日本話 日本話是代表哪三個字 日本話富樓經就是風呂間 風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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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樓經 他就是這樣說 這樣說 富樓經 以前我們阿公 住在日本宿舍 沒有意識 意識自己在外面搭建 我高中的時候 民國六十幾年去 我們阿公 他們沒有馬桶 就一個 日本廚 就一個 那個房間 你躺在那裡 就躺在那裡 尿 尿 毛坑 毛坑 就是這樣 那種日子我也過過 對 他就說 編列預算的時候 政府要考慮這麼多 因素 失業率高 怎麼樣提高失業率 怎麼樣投資 如果居住不好 他會考慮到很多因素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就是 投影片的第20頁 健康狀況 自己要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 好還是不好 這要怎麼說 其實要看健保費支出就好 健保費支出越多 老百姓身體不好 歐吉桑 歐巴桑 拜託 那六六你賣油 盡量沒賣 台灣人洗腎比你那塊 都是那六六 吃油 吃到洗腎 你知道嗎 我媽媽就洗腎 很愛吃油 頭痛也吃油 白痴肚也吃油 什麼是吃油 油可以不要吃 要怎麼樣 喝菌水就好 喝菌水就好 還有一個 人身安全 客觀 故意殺人 致死 案件收罰人比例 這個是多少 臺北市政府 他說要把臺北市建立成 隨時都有無線網路的狀態 然後呢 他說讓外國人到台灣來旅遊的時候 可以通訊無障礙 他是他的目標 所以就花很多錢去建設這個東西 對吧 那如果有時候在票選 第一名最好吃的外國 最好吃的外國 最好吃的牛肉麵 第一名我們都不聽過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都上網路 你們這些老朋友都不上網路 你們都沒有投票權 你們家家庭 那這 yıl 你就說妳這ый的 foods 這籔最好 那้另外要投票 不會 所以網路 他是這樣 那一盒 點票的 不要穿 來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你們自己看 台灣在哪裡 這裡一砸 這是第23頁 說說台灣在哪裡 那麻煩剛才這一頁 搭配前兩頁的指數你看一下 我們台灣在 在這三十幾個國家裡面 我們排第十九 那請你看哪些指數高 哪些指數低看一下 她說居住條件我們第九了 奇怪我們台灣家那幾個哪個第九 所得與財富我們全世界排第四名 跟妳的認知有沒有差距 我們來看 教育與技能排二十三 環境品質我們排三十五 全國也三十六個國家 你排我們三十五 主觀幸福感 我們幸福感是二十五 來 人身安全我們排第三 這個可以 因為第一名是誰 往下看三格 日本 日本是否最安全 我們去日本出場 不是出去走 不然怎麼辦 東西在日本 碰見 又回去 又找污 沒人會在頭帶 不過你老吃 鳥匙來頭家 第二名是這樣 從上面屬下來第三格 加拿大 很安全 所以台灣是一個安全的國家 我們很安全 人都很客氣 那捷運 捷運那是例外 大家不用怕 大家不用怕 不過我現在坐捷運 出在頭 我也拿一支大小 大小 在那 等他來小客 就是說 這一頁跟前面兩頁在講說 政府會提供這麼多的指數 好 我們這個二十五不好 三十五不好 所以要提升二十五 提升三十五往前去就對了 他就施政方針往那邊去嘛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要有政府 為什麼要有政府 因為每一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政府是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 然後做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向去做 簡單講 好 政府看到說 好這個二十五不好 三十五不好 所以我們要改善它 教育不好 加強教育 那 那 這邊 大學 機械器出來說 不會倒木打 大學 大學機械器出來 不會倒木打 我說 我們這隻 他們兒子 我們衛生 陳大機械師說 欸 阿久這 那個 這 等會判掉 你幫我 臺灣幫我修理一下 說我賣掉 我說這樣 這 沒辦法 我不知道 他說我 我要賣賭 我要賣賭 不過我賣賭 啦 這要怎麼樣 好 就是有這個方針 他們來評估 他做施政方針 施政計畫 來看下一頁 這一頁可以不用看 我們先看二十三頁 文字 漏漏長很難看 我們看到就好 從左邊開始看 左上 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 訂定施政方針 擬定預算編制辦法 編理預算 蓋算 審核 到右邊下面來 編成中央政府總預算 立法院通過 第六通過 第七個 法律預算開始執行就對了 好不好 這要來看 好 這一頁看完我們再回到前一頁 一頁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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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頁看完 要去想麻煩的事情 就要去做下年度的施政方針 明年的預算 什麼時候要送到立法院 八月底八月底進前要送立法院 意思說 四、五、六、七、八 五個月 行政部門 有五個月的時間編列預算 好不好 大家知道 所以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編預算 是不是要 為什麼一定要每年編預算 也可以每兩年編預算 為什麼一定要每三年選舉 為什麼不能每四年選舉 這都是討論的 反正剛才選舉 事情就沒辦法做 我們看到 預算 不是說我 預算我慶祖我便 它有一些 法令上的限制 就是說 我們剛才說 我們不要看這個 你不要看 不要看上面 因為上面都理 我們剛才說 預算有一個金藏門 對不對 還有資本門 對不對 他說原則上 金藏門 它要保持平衡 金藏門 好不好 當年 付薪水 水電費 你每年稅收 這金藏門要平衡 不平衡的是什麼 資本門 我們現在要 先做工業 先花錢 後面再收入 這是資本門的 讓它有時候不平衡 沒關係 先花錢再後面收 不過金藏門 這是每年每月 都要發生的事情 你不能讓它 平常就虧損就對了 這要怎麼變才對 不過他只說一句 經常收支如果有結餘 經常每年每月在收 經常有結餘 可以去投資資本門 這個 第二點就是說 政府不得於預算以外 動用公款 處分財產 投資行為 這政府是什麼 行政單位 政府 統稱政府是什麼 行政立法 司法 考試監察 總統府 這都政府 他這裡講 政府不得於 預算鎖定 也大部分都指行政部門 或者是五院 政府沒有依據法 不得於預算內加債務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 什麼 公共債務法 什麼 很多 簡單這一頁講 就是怎麼樣 你的預算有 金長門 你有資本門 金長門 不能 透支 資本門 透支沒關係 因為資本門 是要賺 以後的錢 我們現在 怎麼說 家裡 一個月有10萬元收入 開銷 就要花6萬元 6萬元 買菜 租飯 行動電話 交通費 加油 什麼 收入裡面 6萬塊 就是 只負責 花這個錢 4萬塊幹什麼 6塊錢 為什麼 因為你們 兒子 媽媽要 帶媳婦 然後買房子 這是資本門 你說資本門 房子 給孩子之後 以後就沒收入 誰要還 六塊錢 後面什麼要六 讓你們兒子去六 對不對 看他的體質 還要給你預告 對不對 資本門 差不多是這個預算 所以你看我們政府做 國道高速公路 就是資本門 先花錢 可是我們通過高速公路 要收費站 要收錢 對不對 這就是資本門以後的收入 就對了 好不好 公務員的薪水就是金長門的支出 好不好 我們再看 下一頁 總預算 看第一點就好 會比較不用看 政府的預算 包括什麼 除了收入 支出 以外還有什麼 發行公債 或者是償還公債 或者是以前年度有結餘 今年拿來用 就這四點 再一次 收入 支出 今年有結餘 對不對 假設收入支出有結餘 這個結餘 重的 就要拿回去麻煩 用 這第三點 不夠命 怎麼 不夠命 救錢 政府借錢 所以那時候歐債 兩年前 不是歐債為止 有嗎 你們的金長門 全世界債務最多的國家 哪一國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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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後面有說 日本 問題是歐洲歐債 大家都很怕歐債怎麼很 為什麼不怕日本債務 因為歐債 歐洲國家 他的國家債務 都給他賺錢 跟外國人借 他跟外國人借錢 如果這個國家還不出錢來 外國人不是都收不 大家會怕 日本國家的債務跟誰借 跟他的老百姓借 都要他們家而已 不然我們的事情 所以日圓 分合在那個時候強勢 所以看東西不能看 我53歲 你38歲 我比較老 不是這樣說 要很多數字去看細節 所以歐 全世界債務 日本最多 我們後面會說 日本的比例最高 美國應該也很高 美國人也很愛花錢 美國人好像三億多的人口 但是他用掉全世界40%的能源 台灣民主 屬於美國就對了 叫他比較欠 不要這樣開 出門 冬天出門 暖氣開著 出去 沒有關 回到家 家裡很暖呼呼的 你出門 你剛才電風沒金 你沒把你東西撕 我說 你沒關電話 你沒關電話 我出門牽拖沒放好 我沒有卡電話 你撞什麼 你撞什麼 都出門都怪記你 不知道 出門就關機 好 所以看 強調 總預算包括什麼 所以當年度的收入 跟當年度的支出 還有 如果今年收入支出不夠的話 有以前年度的結餘拿來補 如果當年度 透支 而且也沒有結餘怎麼辦 就是去借錢 今年有錢呢 就還錢 很簡單 家裡也這樣 你透支只要求錢 沒有就行人 現在有雞就 撞起來 就是這樣 國家也是一樣 來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但是預算 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 行政部門說 我只要花一百塊錢 立法院可不可以說 不行 我覺得你花得不好 花得不夠 增加三塊錢 可不可以 不行 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 不得為增加支出 這是我們憲法裡面說的 我們的憲法裡面說 立法機關不得為支出 我們台灣民政府自己訂 我們要增加不可以嗎 其中我們的 我們自己會做 立法院預算 行政院長 主席長跟財政部長 要去列席 好不好 來 下一頁 我們看下一頁 總預算 我們剛才說 總預算當時要送到立法院 八月底 對不對 立法院什麼時候要完成 我們看 十一月底 就是九、十、十一、三個月 所以你們回去看 九、十、十一月 審預算 報紙上就寫很多問題 可是通常到十一月 最後兩個禮拜 暗時挑燈業站都過了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處理事情的方法 還是要理性問證 一項一項查 我們待會兒來看怎麼查 還有時候 立法院也會這樣子 我們看 第二十八月 投影片第二十八月 的第一句話 他說 立法院在同預算的時候 有附帶決議 這附帶決議 就是說 你要符合這些條件 我才會讓你過 比如說什麼 我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譬如說 今年立法院審查預算 教育部 你這個會考 制度就是不行 你要提出一個 教育部便定說 我要改善這個計畫的預算 要花兩千萬 你說那你要做到什麼 教育部你要提出什麼樣的程度 我才要讓你花這兩千萬 譬如說 行政單位要先符合那個條件 那預算再開銷就對了 這些預算都上去 是立法院的院會 或者是委員會 有時候是院會 有時候是委員會 在想 這不一定 最後一段 我們看最後一段 如果這個預算編列通過之後 它不能如期的使用 那怎麼辦 下面說 總預算 不通過 十一月底沒有通過 十一月底 十一月底沒有通過 那怎麼辦 十二月沒通過 一月要到 那怎麼辦 收入還是可以先走 支出就要看不同的項目 大家去看 所以美國政府去年 美國政府去年不是 總預算沒通過嗎 要怎麼辦 叫中央 中央機構的少數單位留下來 其他的 都不能回去 所以那時候 美國的 州立公園 還是什麼 國家公園 還是什麼 圖書館都關門 沒有薪水等 就在關門 但是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我們台灣規定說 如果總預算沒有通過 或怎麼樣 收入 你還是繼續執行 你說 預算沒通過 預算不是有收入面嗎 有支出面 收入面沒有通過 所以以後 預算沒通過 所以一月一號以後 超數不開罰單 你預算沒通過 沒有開罰單 可以這樣嗎 可以 他還是說 收入面 你還是照去年的東西先做 最後再補 事後同意就對了 支出呢 暫時用去年的數字 原則上暫時做去年的數字 繼續執行就對了 如果是公共工程的建設 你可以繼續動支就對了 資本支出這種東西 繼續動支就對了 這台語畫 這可以大家回去看 這比較油的東西 大家繼續看 那後面二十九頁 二十九頁 有一個圖比較清楚一點 把這個講清楚 下午第一節講這麼枯燥的東西 真的 而且又沒有冷氣 一定會睡著 還有打領帶 你會熱死悶死 你會熱死悶死 紅中秋是怎麼死的 你們知不知道 是什麼 它是熱中暑 它是熱中暑 它靠山就好了 它只要能夠刮沙 它就不會死 那只要刮沙 所以你們待會兒可能出去 有一部分人會中暑 我有帶棒子 我可以幫你們刮 免費的 蛤 什麼 我刮第一個 第一個就去刮第二個 夏天 夏天要什麼 你們喝的水 加一點點鹽 喝鹽 老官喝鹽就不會中暑 中暑刮一刮就好了 中暑說送便宜 那都不好了 那也給你吊點滴而已 它是熱 重度中暑 整個身體在燒 但是它如果第一天刮 第二天刮它就沒事了 繼續炒 沒問題 那我們的借戶事務 這個觀念 怎麼說到黃東秋來 太熱了 不好意思 幫我放一個檔案好不好 中央銀行那個預算 這個資料你們沒有 這個資料你們沒有 我是在那邊講說 中央銀行 往下拉一點 中央銀行沒錯 波波縮小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 以買編預算 我們再看 往下 再下來 上去一點 好這裡你看 中央銀行 它編列預算 它每年賺錢 可以縮小一點嗎 可以縮小一點嗎 中央銀行 當年賺錢 你這個是第一頁嗎 來 中央銀行 它一年的收入 1200億 太小了 我列給大家聽 中央銀行 一年收入3200億 它的支出多少 1900億 一年賺多少 1200億 中央銀行 你看它是調節金融 它也賺1200億 這就是我們的 本 形態耕控的本 所以中央銀行很重要 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個後面 同一個檔案 抓會抓到台灣台電 台電 不是 中央銀行後面有台電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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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台電 你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我只是另外的 因為這資料有點 我唸給大家一個概念性 台電它也要編預算 它的預算多少 6665億 收入 它支出多少 6947億 它一年賄200多億 如果你是 編制預算的人 或是你是監督預算的時候 你會產生什麼疑問 蛤 蛤 蛤 你 虧本的時候怎麼辦 台電虧損怎麼辦 漲價 漲價 你服不服氣 不服氣怎麼辦 默默忍受啊 每個月繳錢 你能幹什麼 怎麼辦 不要開冷氣 洗冷水澡 我就是這樣 也洗冷水澡 不要洗澡水 這麼多乾淨要洗澡水 你會不會洗冷水就好啊 對吧 而且洗冷水 用的水 洗冷水澡的時候 用的水真的比較少 很冷 那怎麼辦 台電的想的都是漲電價 要是我是台電董事長 我就說 來 請你去教育台灣的 所有的人民 如何省電 有沒有 從來沒有過啊 你出門你們家的 你們出來兩三天 你們家的熱水瓶插在牆壁 你有沒有拔掉 有拔掉嗎 有 有 好鼓勵一下 厲害厲害 沒有嘛對不對 是煮的時候比較費電 還是維持的時候比較費電 維持嘛對不對 所以我出門齁 把它拔掉 對不對 這可以教我們每個老百姓啊 對不對 家裡晚上 不是插個小夜燈對不對 我們用點蠟燭也可以啊 蠟燭比較貴 蠟燭比較貴 危險 不然燒炭才會危險 點蠟燭不會危險 就是說 一個是 收支不平衡的時候怎麼辦 去打工賺錢嘛 家庭收入不夠 打工賺錢嘛 不然就是減少支出嘛 就是這樣嘛 怎麼去減少支出 可以再省嘛 因為他這個算經常門啊 但是他有些支出是那個 因為蓋核電廠 我們後面看還會有 但是講 反正台電200歸營 一年後200歸營 他說 喔 奇怪 你們 年終獎金都發16到18 欸 真奇怪耶 你們一年了多少 你一年了多少 你一年了15個月16個月嗎 沒有 你還要去卡台電啦 是不是這樣 不是 那監督他 如果 在座各位 你有在國營企業上班 我的話如果有冒犯到你 請你包含 不過我講的是事實 怎麼辦 從裡面改變他 絕對不要 默默接受 好不好 來 我們再回到 中央 另外一個檔案好不好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可以去下載 你都可以下載 因為本來想印給你們 每個人都很厚 這是指內政部的部分 你這個 對不起可以看一下最下面一頁是多少 對不起 你已經到這一頁好了 等一下 來回到這一頁沒錯 你看我們審預算怎麼審 你們審預算 有一個是今年的預算 去年的預算 一般你不可能每一項去檢查 你會看說 為什麼去年是100 近年變300 增加200 對不對 情侠的部分我們可以去看 比如這塊 你看 首長坐車太販 就要花100幾萬 好啦好啦 收長不可以很寒酸 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內政部的預算 這是第幾頁 麻煩我們看 麻煩我們看 25 你那邊的25 好 這一家 這邊的25 就124啦 124 麻煩讓你們看看 大家看看 這些預算 我去抓內政部的預算 內政部是第一大部 你看 它這邊有個海洋國家公園 今年花1億1900萬 去年花1億2600萬 所以今年少了700多萬 你就可以去看裡面的內容 它為什麼多或為什麼少 去看 我們現在有幾個國家公園 講六個但是這邊有八個 太魯閣 金門 玉山 雪霸 貓林不是 國家公園是內建部營建署離館 你說那貓林是交通部觀光局管的風景管理區 肯定肯定要跟國雅公園 現在給一個 海洋國家公園 第八個是什麼 台江 台江 台南那個台江 台江有沒有 台江 台南那個台江就是 正成功擊敗荷蘭人的地方 台江 請問河南人佔據台灣幾年 台湾全力 錯 再加一點 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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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佔據台灣幾年 蛤 日本人佔據台灣幾年 50年 50年 1895到1945 物色事件哪一年發生的 1930年 日本佔據台灣35年之後還發生物色事件 你看 很趣 壓不下來 騎撞是哪一年 加農你們有沒有看電影 你看看加農 加農1931年 好像不同的年紀看的東西不太一樣 預算就是這麼多 高高一本 這其他 這個內政部 這細目而已 這只有細目喔 他看人一本 你們要看 所以最多人畫給 好 我們再看第三個檔案好不好 這個喔 來 這一頁就好 這個就是內政部的 內政部的檔案 他的預算 內政部主管裡面的什麼支出都有 他有發金償支出 人事費 業務費 補助獎助金 幾塊 人事費用只要三千塊 就獎助金三千一百萬 要好喔 來 再下一頁 來 停停停 你看喔 剛才前一頁他講的是金長門 這一頁講的是資本門 好 所以他在邊 內政部 比如說護政司 他會邊金長門 最後還會邊資本門 才會是護政的總合計就對了 是1月1號不是護政系統換嗎 有沒有 很爛有沒有 大家罵的鑰匙 罵的鑰匙又怎麼樣 就把市長換下來還能怎麼樣 所以決策錯誤真的比貪污還嚴重 結果他說有兩個人結婚 先生去這邊可以登記 太太不能登記結婚 有沒有很醜 來 我們回到PowerPoint好不好 我們回到頭影片的30頁 你們頭影片的30頁 你們頭影片的30頁 如果行政院說我要做這樣的施政方針 立法院你給我東檢西檢的 還我沒辦法做 行政院長要去找 總統說 欸 還沒做的 總統說好 董儀 這時候行政院把總預算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把它剪一剪然後給行政院 行政院說還沒做的 去找頂頭總統 總統說OK 要搶了 然後行政院再送去立法院附議 請你重心考慮一下 這樣我沒做的 他有這樣的預算 這種情況在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裡面運作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都會有這樣的法律的程序 立法院就要在四天內決議 如果休會怎麼辦 七天內執行決議 這是一些規定 這是預算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年度預算執行後 四個月 行政院把去年的預算執行的情形 送監察院 我這麼奇怪 審預算是他在審的 結果執行後我會去另外一個人報告 有很好笑嗎 不知道 這要問憲法老師 這是憲法教的 來我幫你請示 我可以這樣開錢嗎 你說好 準 準後我就去開了嘛 開後說來 給你看看可以嗎 他只有一開始的監督權 到最後是不是這樣做 他沒全力 很奇怪 這用膝蓋受就怪怪了 所以膝蓋都不好 你們膝蓋都不好對不對 唯骨粒也不能每天吃 你們吃唯骨粒一定要問貴醫生 不能看公告 我們同學是股科權威 他說唯骨粒 如果你不聽醫生的建議 最多只能13個月再評估 唯骨粒就在這裡 絕對沒有看電視買東西 我是沒有看電視買東西的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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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31頁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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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通過法定預算後 每一個機關要用當初編列的預算 去執行跟編列明細 各機關有很多計畫裡面 譬如說我是附證的 你可以跟緊證的 附證有決議 沒有說附證說我收支進額是100 緊證收支進額是200 結果我這100花不夠 結果我附證花不夠 可以把緊證拿去用嗎 不行 不行 這樣就變成你不說總數而已 身材你開的 不行 附證花100 你不夠 就不可以開了 不然你是要動用預備金 沒有你最佳預算 你不可以說 那裡花不夠 我才有重的 刷去那裡不行 各單位之間 各計畫也不能留用 這是一個原則 如果這樣說公眾所就好了 給你兒子說你一塊零用金五千塊 其他我賣 你也可以這樣 問題我們不是這樣 但是他有例外就是說如果是行政院 那邊統治的科目或者是第一預備金 就不再此現 沒錯 就有很多 這裡有說 重大公共建設如果超過四年沒有動用 會預算重新審查 以前我聽過一次說 有一個機關 有一個機關 他到年度預算 增添設備他沒有花完 會怎麼辦呢 他一層樓裝了二十隻 二十隻監視器 這款人 這款人給他電視就好 所以請大家 如果 我們都是台灣的小老百姓 我不知道 無關你是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都不懂 我們生長在這塊土地 就要去 節省嘛 那看到 我們這個餐廳 我們這個所在 到二十隻監視器 你是要做什麼 我美空你也要看 我看海陶 另外一個 這邊有個GC經費 我們現在換GC經費 你說GC經費 我們剛才說 什麼叫GC經費 國道高速公路 就是我要新建預算 五年要花三百億好了 這一開始三百億 五年就通過了 只是第一年六十億 第二年八十億 他說如果你第一年的六十億沒有花完 多出來五億你可以在以後繼續執行 這種連續計畫的這個預算 是可以前後年度挪用的 好不好 這有時候在工程的 進度不一樣 好 再來 快要下課了 我也要撞不住 想到要幫你們四百人刮沙 我就受不了了 不要講真的 我有帶刮沙棒 我隨身攜帶刮沙棒 跟金油 考過 好啦 今天算三比四 就好了 來 追加預算 計畫 趕不算變化 有什麼事情可以追加預算 反正 我只要計畫編不好 我都說我要追加預算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隨便追加預算 就沒有人會好好編預算 所以什麼情況才能追加預算 對加 還有法律的限制 第一個 新的法律說 政府要增加什麼樣的業務 當初在編預算的時候沒有這個業務 現在增加這個業務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 六個州 現在 沃克娜說也要加入我們 沃克娜他說也要加入我們 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沒有沃克娜 但是沃克娜說要加入我們 那之後怎麼辦 增加所管轄的業務 歡迎不歡迎 考慮一下 看他有沒有帶錢過來 現在還沒那麼怕 你要考慮一下 第二個 依法律增設新機構 新的機構嘛 比如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是六個州 但是有四個辦公地點 因為要怎麼樣 增加什麼機關 所以增加 依法律喔 一定要依法律增加 機關他就可以 第三個 所辦事業 因重大事故 經費超過 法定預算 什麼叫重大事故 不知道 來 核能電廠最佳預算可不可以用這個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最佳預算 我說 這個 這有很以為 有很多很細的規定 規章 辦法 我今天只講一些大原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再往下面看 那就是說 最佳預算就是 新的業務 新的機關 或是重大事故 或是其他 不過不能隨便追加預算 來 下一頁 特別預算 剛才是追加預算 是原來的預算 後面追加 追加的預算 另外一種叫做特別預算 叫什麼 國家發生重大事故 921 重不重大 莫拉克颱風 重建 SARS 振興經濟消費券 那時候你們有領消費券嗎 有領到了嗎 多少錢 3,600喔 欸 為什麼領到2,600 忘記了忘記了 3,600喔 有消嗎 你為什麼不消費 你為什麼不消費 是因為 你平常的時候有怕什麼嗎 有怕什麼嗎 有怕什麼嗎 老爸怎麼說 沒有 我不怕 我都不怕 你為什麼 我認為 對不起 這裡有一點 人生閱歷比我豐富 我講我的看法 我怕什麼 我怕未來不確定 不確定的事情 我們會害怕 它可能會變成好的 也變成不好 所以大家都算命 對不對 但是當你不怕的時候 請擦你了 沒關係 最不要就是這樣而已 不需要 一批天黑沒人輸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它 這種事故就可以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重大經濟變故 重大災變 不過你們現在開始 你們看保證 其實我們現在的政府 有時候 常常 利用這個 說追加預算 跟特別預算 其實他們 用比較嚴格的角度來看 其實 不一定有調到這個規定裡面 可是它就說 這就是重大事故 重大都跟你說 對吧 對吧 好吧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我看大家 撞不住 我也撞不住 大家出去 放風 這樣說放風 喔 各位童心 下個好困擋 婚禁 然後請 有沒有童心開一台 白色福斯 車號 4660 的童心 麻煩請你移一下車 白色的福斯 車號 4660 麻煩請有開這台車的童心移一下車 謝謝